帶你來關心生活方面的訊息了 最近菜價漲漲漲漲翻天啊 你是不是也覺得傻眼了 照顧連天 很多人跑到了自助餐店買個便當 隨便炸個一兩樣菜 居然要六七十元 好 因為網友就發現一家超佛素食店 四菜一半 要多少錢 30元 好 讓他直呼 哇 這真的是做良心的 好 網友見狀也紛紛跪求 到底在哪裡啊 滴兜耶 好 大家都想去吃了 青菜這麼多啊 大概光青菜就要50元了吧 不含飯耶 好 什麼樣的良心事業 簡直是佛心了 不過呢 還要來看看 欸 這是網友的分享哦 之前在零索素食店點餐的時候 麻煩女店員幫忙這個賣香雨寶 多加一點點的醬 但是沒有想到回家打開 你看 哇 這是一點點嗎 一大坨全部擠了 滿滿滿 好 真的有夠好賣 有夠好氣 有夠阿撒利 漢堡盒裡頭景象 他真的傻眼 說不出話了 沒想到呢 這個金劍漢堡內 完全看不到魚排 滿滿的一盒白醬 沒有魚排 醬是非常多 但是魚排滴兜耶 好 他傻眼PO網分享了 其他網友看了也笑噴 阿魚咧 哈哈哈哈 好 這個應該是 這個醬搶壞了吧 好 不過呢 還來看看的是呢 最近長榮航空不是爆出 這三位完整接種疫苗的機師 也被突破性感染嗎 大家都很擔心啊 社區恐怕又要出現破口了 好 現在開學加上又要中秋 好 恐怖了 如果擔心生活周遭出現確診者 除了呢 您可以使用社交距離APP 來追蹤之外 現在告訴大家唷 也可以到衛福部的官網來查詢 只要登入網站 輸入手機號碼 如果手送給我們 其實就有一個地方 先不要打算 我們會保持到網站 先不要打算 我們會保持到網站 再問一下 我們會保持到網站 好 喔 讓我們會保持到網站